眼下正是西藏旅游最火热的季节 神秘的雪域高原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近藏观光游客大幅攀升 据统计,今年上半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411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40.77亿元人民币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最新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1月至6月,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411.17万人次 同期增长19.8%,实现旅游总收入40.77亿元 同比增长29.3% 其中,接待国内游客407.78万人次 同比增长19.9% 据介绍,自主游火热是今年上半年西藏旅游业亮点之一 同时,今年以来西藏加大对外宣传促销 近藏观光旅游的海外游客持续增长 据统计,1至6月份,西藏接待入境游客33,852人次 实现旅游外汇收入2172万美元 随着暑期来临,为吸引更多游客近藏旅游 西藏旅游部门专门推出圣地拉萨畅享幸福 神奇珠峰,魅离日卡泽,天上西藏,梦幻阿里等七大特色旅游线路 并不持人运游路